hello 大家好 又是鵬和大家分享心水的事 未来星期日有两泥八草 大家留意着 希望帮到大家可以赢多少 继续支持我们食露台 好了 看看我有什么推介 我推介第五场四班前四 我选择二号的二进 看看上一场影片 说真的 差点上次十二档 雷神都刻意走过来 你看到那只白衣服有点打斜紫色 白色没有那只 三号那只就是二进 没办法 上次由这个档位差到不堪 十二档 所以出门唯有抓起来 现在就在最四位置了 但是 拉斯冲上来的势 当然那天 熊熊的表现都非常稳定 另外 象盒两只都单打独斗 非常之厉害 你看到一只 盾哥跑二号那只 黄龙真是 你真是见到眼火爆 看一只二进先 十二档 然后转到外面 其实就全程都看空了 三四点 所以 尚那场外有点 抹一抹他的赛职 不过他也追随他的勢也挺好的 你看 由雷神拆棋之下 打上来 虧了 虧了位 什么都虧了 还有点耐闪 接着雷神 先抽出来 接着再收一只 接着再打雷 马也是反应好的 但可惜 前面那两只 就单打独斗 就有点脱了 那他也叫做 虧了位之下 都追回第三 你看 勢也不错 不过 全程有些走规 都是一样的 希望 这次排的三档 应该会跟前一点 不会太后 以及不会那么虧 上次真的有点虧了位 和全程在三四大望空 如果说真的 其他马也可能输了 几乎了 那他也还保持在 所以大家留意 好 接着 看看脚 脚方面 一号读过寶寶 也是一只很厉害的马 当然 很多人都说 三班是一样的 其实落四班 他也是四班赢的马 这次找了陈家熙 看看有没有减磅 帮到这只马 另外 包装大奖 上次输给八千丝 红中烈马 八千丝 大家知道是勢力 一出直赢的马 这次 虽在就十二档 但是他有些配備的改变 看看会不会帮到这只马 还有十好神奇大帝 这只马 很多朋友都觉得 五班马 怕不怕 上次你看他 上班 输给爆素 爆素那场 跨了张 又在后面 追上位置 但是他上次也有些罪勁 这次还要一档 继续找田泰安 我觉得这些马 有些分头 应该要拖起他 我这几只推介 另外 我拍档 Maffi也有些好东西 推介给大家 记得看完我们这片 希望明天 大家可以多拍些 拜拜